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浅浅公主马上就回马车上去 否则休怪我不客气 秦嬷嬷立声 该问的都从这丫头嘴里问出来了 她还会跟她客气什么吗 秦嬷嬷你不能这样快放开我 叶律浅浅挣扎着 可惜她那细胳膊细腿的 哪里挣扎得过侍卫呢 秦嬷嬷里都不理她的叫喊大骂 立马取出纸笔 给东秦女皇写了一封密函 密密麻麻的满纸都是 也不知道到底写了些什么 马上送到女皇殿下手上 地区要快 秦嬷嬷认真交代 嬷嬷咱们不是不回去了吗 侍卫不明白 当初秦嬷嬷走 可是彻底和女皇陛下闹翻了的 为了离太子一生的梦想 别说是这一封信 就是让我回去伺候她 我都心甘情愿 秦嬷嬷感慨着 要回了大洲 自然要和西锤和北疆配合的 西京的局势即将逆转 然而北疆这边依旧还在僵持 军备越在等 也在试探 试探个虚实 而东秦女皇则是铁了心 无论如何都要坚守 敏罕默德尔则是听从军备药的建议 执意要撤退 引敌深入 敏罕默德尔是冲动的 军备药却是一只老狐狸 按照敏罕默德尔的脾气 根本不可能坚持这么久的 他历来都是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的主 然而军备药去权衡利弊 虽然诸多刁难 却始终不会把东秦女皇 一下子往绝路上逼 只会一点一点 这不 三更半夜的又僵持起来 敏罕默德尔亲自到东秦女皇营中 无论如何都要和他决战一场 营的人决定撤退于逢 太子殿下 我知道匈奴有匈奴的规矩 但是 难不成你们匈奴人连一点点礼貌都没有吗 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里是什么地方 在天大的事就不能明日在意吗 不成 女皇陛下 本太子耐性可是有限的很 如果今夜你不给个痛快 本太子连夜就走 敏罕默德尔说吧 大大咧咧往一旁暖榻上一坐 嘴上说要走 可这行为上分明就是个赖痞 可是赖痞是赖痞 那天生励志的俊梅野性 怎么看都不会太赖痞 反倒是一直以在一旁 不动声色的军北药 虽然什么都没有做 但却活脱脱像一条赖痞狗 东齐女皇一眼就看出来了 今夜闽罕默德尔又是被叫缩过来的 被惹毛了 东齐女皇也不避讳 直接冷眼朝军北药看去 军北药 不如这样 五天之内 如果你四哥没有动静 朕就马上撤兵 如何 东齐女皇这话一出 闽罕默德尔立马就皱眉了 而军北药也不自觉紧张 东齐女皇 这是分明开始挑拨他和闽罕默德尔了 要知道 闽罕默德尔对他在心上 在外人面前 闽罕默德尔的面子 架子 都是非常重要的呀 东齐女皇这么说 摆明就是告诉闽罕默德尔 他军北药才是正主 军北药连忙道 你皇陛下 这件事我一个当奴才的 可做不了主 这事 必须得闽罕殿下做主 纵使军北药再解释 闽罕默德尔心中都有些异样 狐疑地看了东齐女皇 又狐疑地看了看军北药 不自觉想起 古兴姑姑临走前提醒的话 他看向东齐女皇 等着他问 可是东齐女皇偏偏就是不问 一时间 两人便僵持了 东齐女皇的不问 对闽罕默德尔无疑是一种否定 一种瞧不起 军北药能不及吗 连忙问道 殿下 五日之约 您觉得呢 敏罕默德尔这才冷声 本太子要再加一个赌注 如果五日内军北越没动静 本太子不仅仅要东秦退兵 而且 以后军中所有决议 都要本太子点头 这便是要 这便是要夺东齐的兵权 东齐女皇如何会答应 只是这种情况下 他不得不答应 只有答应了 他才有五天时间 好 东齐女皇认真回答 五日 本太子等着 敏罕默德尔 敏罕默德尔分明是生气了 也顾不得军北药转身就走 军北药恨恨地给了东齐女皇一记警告眼神 这才追出去 人都走了 东齐女皇疲惫地摊坐在榻上 这几日来 可没有少被敏罕默德尔折腾啊 几乎是夜夜都不能安眠 这家伙 比军北越那攻城大军还要可怕 然而 他不能休息 只有五日的时间 他不得不动用他最后一张王牌 来人 白萌萌可有回信了 丁陛下 说是今夜会行动 五日的时间足够了 白萌萌 是他埋伏在大洲最深的一颗棋子 是三大虎军之一 白虎将军的义女 白虎将军无子无女 一辈子就这么一个义女 疼爱如掌上明珠 一直留在身边伺候 哪怕是行军打仗 白萌萌都一定跟在身旁 白虎军营 除了韩子晴 也就只有白萌萌这么一个女人了 可以想出就出 想进就进 没有到情非得已 东秦女皇不会用他 而敏罕默德尔连日的逼迫 是他不得不起用白萌萌 拿一个养了十多年的棋子 来挽救燕荡城 挽救东秦中部 也值了 告诉他 一定比军北越有大动静 东秦女皇冷冷交代 属下明白 侍卫立马领命而去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婢女匆匆忙忙快步而来 送来一封信 东秦女皇一见那信封 忍不住一席 她知道这是秦嬷嬷的来信 她还以为秦嬷嬷 真的不会再回来了 然而当东秦女皇压抑着欣喜 打开信函时 信中的内容让她更是欢喜 没想到 秦嬷嬷嬷不仅仅没有和她断了联系 竟然还带来如此好的消息 邪律千千 真是天佑啊 东秦啊 东秦女皇禁不住大笑 秦嬷嬷嬷送来的这个消息 可以说是东秦和大洲开战以来 唯一一个好消息吧 东秦女皇立马召见谋士 大大方方地理他们看 脸上露出了许久不见的冷艳自傲笑容 恭喜陛下 贺惜陛下 如此一来 东秦有救了 陛下 如此看来 只要我们坚持不放 有朝一日 大洲背后受敌 必定会分散兵力 军北辰的西锤三军 还得回西锤去啊 女皇陛下 秦嬷嬷这一回 可是立了大功啊 秦嬷嬷劫持 耶律千千 在去西凉的路上 一旦把耶律千千 送到西凉 那便意味着 西京和大洲 永远陷入敌对了 这一点上 不管是东秦女皇 还是众谋士 都有十足的信心 毕竟 耶律千千是大洲 和西京合作的唯一条件 没有了他 西京皇帝恨不得 亲手杀了 韩子晴和军北越呢 守 无论如何都要守住 朕绝对不允许 大洲一兵一卒 过我宴当成半步 东秦女皇信心满满 当然 这份信心 不仅仅来自于 秦嬷嬷的信函 更来自 她与敏罕默德尔 那五日之约 旧五日 她等着 等着看军北越的好戏 她想 白萌萌 一定不会让她失望的 两军陷入僵持 这个时候 谁先动 谁便暴露了 谁便落入烈士 军北越 你在北疆 张狂了数年 今年 朕要你夹着尾巴 逃回去 夜深人静 大洲营帐里 军北越正看着影子 来得信寒 眉头紧锁 已经很久没有 那个女人的消息了 她把影子丢给司徒浩南 连她也给甩了 直接不来信了 军北越静默着 拦了拦嘴 突然起身 往门外去 然而才一出门呢 并见顾太一手在门口 全坐在寒风中 原本还打盹 一见军北越出来 立马精神要躲 军北越那冷峻的眉头 陡然一拢 西某扫过顾太一 环视空荡荡的周遭 那本来就冷峻的脸 渐渐冷沉了下来 顾太一不自觉后退 而周遭隐藏的侍卫 不得不乖乖地 一个个站出来 军北越一眼就看出 这些侍卫不是她的人 而都是来自帝都 八仙王好大能耐啊 军北越几乎是咬牙切齿 话音一落 所有侍卫 就连顾太一都全都扑通一声跪下 要我也讲嘴 要我也饶命 他们正是八仙王派来的 名义上是保护 实则是监视 军北越没有理睬那些侍卫 一步一步走到顾太一面前 冷不定一脚狠狠地抬起 直接将顾太一踹得老远老远 他身旁向来没什么近视的 影子走后 顾太一便担任起近视的职责 如果没有顾太一的允许 这帮侍卫能靠近他的营帐 老东西 你们当本王是三岁小孩 需要看着守着 还是犯人需要监视 军北越怒一套天 他原本以为顾太一已经消停了 却没有想到 他竟然还变本加厉 顾太一下的瑟瑟发抖 却还是咬着牙 说出心中所想 这位王爷 是他伺候着长大的 他心里想什么 他太清楚了 王爷 这么晚了 你还要去哪里 这话一出 军北越的拳头 立马握得咯咯作响 果然是顾太一 一猜就知道他要去哪里 没错 他要去找韩子晴 北疆的疆局 以他的估计 应该还要僵持一阵子 因为东秦女皇 也在等他动静 他们没有退兵 说明闽罕穆德尔妥协 只要他不动 东秦就不会有动静 一切都是他揣测得到的 他并不狂宁 却也不大意 他只想离开几日而已 他是一位王爷 是一位主帅 他很清楚 他离开军营的后果 但是与此同时 他也是一个丈夫 一位会思念妻子的丈夫 一个不放心妻子 孤身在外的丈夫啊 本王去哪里 需要跟你报备吗 君北约冷冷质问道 王爷 老奴罪该万死 但 但是老奴 古太医话还没有说完 君北约便冷冷下令 来人 立即送古太医回里都 禁足太医院 不杀 是唯一的例外 也是他最大的仁慈了 剩下的人 全都拖出去砍了 人头给本王送到八贤王那儿去 不给八贤王彻底的警告 八贤王还真当他君北约 是一个可以约束得了的孩子 君北约立声说吧 转身便走 而见他走 顾太医顾不上一切 急急大喊 王爷 三思啊王爷 你可不要冲动啊 君北约家人止步 一道暗镖从袖中滑落手心 他的人词向来都是有限的 如果今日顾太医 如此不顾性命劝的是其他事 他必定会认真听取 可是顾太医劝的 从本质上来说 是对子情的否定 是对一个陪他走过几场生死 不离不弃的女人的否定 顾太医今日可以劝他不走 那么明日便可以劝他赶子情走了 伤到子情的人再亲 他都绝对不会留的 然而 就在君北约缓缓转身的时候 不远处粮草库中 突然传来一声喊叫 着火了 来人了 着火了 粮草着火了 怎么会 一时间所有人都证了 就连顾太医也慌得六神无主 要知道 粮草着火这四个字 简直就预示着败兵 君北约顾不上顾太医 立马往粮草库冲去 而与此同时 几大将军将领 也陆陆续续赶刀 一时间 整个军营都躁动了 救火的人接连不断而来 此时正值初冬 正是气候干燥 风大的时候 火势一旦蔓延开 保不准连军营都能全烧了 可是 这粮草 是君北约亲自悬旨 亲自监督搭建的 自然做好了各种防范措施 三大虎将很果断地离开 安抚军心 平息军营躁动 提防敌人趁虚而入 而君北约的现场亲自指挥 一批人马救粮 一批人马救火 现场起初还是一片混乱 过了没多久 一切便都井然有序了 天还未亮 凉酷的火便都扑灭了 这得益于 一起火就被发现 或是不大 也得益于君北约冷静果断地处理 这一回失火 虽然是有损失 却不足以对全军造成什么影响 天蒙蒙隆隆地亮了 没有君北约的命令 三大将军纵使再关心凉酷安危 都不敢善离职守 君北约冷冷地看着一地灰烬 苏族占了半个时辰 半上都没吭声 而周遭众人则是须惊一场 都暗暗庆幸 梁酷是军中要敌 尤其得知大蛮巫师 在东秦军中之后 君北约更是重视梁酷 派的是白虎将军手下 最值得信赖的一只精兵把守 这里严禁灯火 那这火到底是怎么点燃的 君北约沉默了许久 众人庆幸之后 见君北约沉默 也终于渐渐发现不对劲了 这火是怎么燃烧起来的 绝对不可能是自己烧起来的吧 这必定是人为 而梁酷重地 把守的可是三大虎军里 实力最强 最受要王爷器重的白虎将军 是他亲自调教出来的一只精兵 来把守的呀 难不成有奸细 如果有奸细 既然都混到这里来了 也不太可能只点燃一处 一旦点火 势必是让人救不了的大火 君北约的沉默 渐渐将周遭的气氛 感染得越来越紧张 每个人心中都有猜忌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谁放了这把火 终于 君北约抬头朝众人看来 深邃如海的毛子冷冽如冰 他面无表情 冷冷道 今日来过这里的人 全到本王营帐来 没有道者 李马斩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一正 却没有人敢怠慢 一个个快步往中央大营去 清一色全都是穿着白色铠甲的白虎精兵 然而很快 众人便发现 一个一样身穿白色铠甲的女子 走在队伍后面 这人可以说是军中 除了火防老妈子之外 唯一的女人了吧 这是白虎将军的义女 白萌萌 她不是一直伺候在白虎将军身旁的吗 怎么会到梁库来 白萌萌自然也知道 众人都在看着她呢 然而 她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她很清楚 即便是今夜把梁库毁了 也撼动不了军北越什么 放火 只不过是开始而已 她唇盘勾洗一摸冷笑 走的是昂首挺胸 英姿萨爽